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罗志祥事件辐射越来越广了 被正面捶爆的第三者C1蝴蝶姐姐 已经在INF对周扬青公开道歉 间接承认自己与罗志祥的亲密关系 据知情人爆料 这还是罗志祥怕被捶 要求他出来道的歉 吴宗宪在直播中帮罗志祥讲话 觉得周扬青没有必要给诅咒 毕竟罗志祥之前对他还不错 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只是罗志祥 还年轻 玩心很重 立刻引发群潮 讲个笑话 41岁的罗志祥还是个孩子 但赶上这场找事的风波里 翻车最严重的还是乞比 天赋针 在罗志祥烂浇黑料理 全面爆发时 乞比转发了一篇文章 大意是探讨周扬青 揭发罗志祥这些劈腿事件 对孩子们的影响力 不要在网络上传播对前任的攻击 以免孩子们成为恐怖情人 还标明自己是逆风转发 明显知道自己的观点 跟主流观点不一致 但是他就是这样想的 虽然原文在最后强调自己 没有站队 没有支持罗志祥的意思 也没有不支持周扬青的意思 但这种自询冷静 李中克的观点 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仔细分析一下 就知道他根本狗屁不通 在周扬青和罗志祥 这段感情里 罗志祥已经承认 自己是过错方 周扬青才是受害者 受害者选择报复 是理所应当 罗志祥做错了 自然要承担责任 如果受害者 说出自己受过的伤害 就成了恐怖情人 那肆意伤害他人的罗志祥 又算什么呢 这种观点看似不偏帮 但本质上 就是在道德绑架周扬青 扛他人之楷 让他大度放过罗志祥 众所周知 作弊上官 劝人大度 是要遭雷劈的 当然 这并不是不让黑饼说话 他自然有任意表达的权利 问题是 这种话 怎么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呢 以前他的好姐妹 斯雷娜遇到类似事件时 他可是完全相反的态度 曾经 罗志祥跟斯雷娜 也有过一段恋情 弯弯媒体 取他俩英文名首字母 称他们为双S恋 两人曾被捕捉到 戴卡蒂亚同款戒指 那时候 SHE经常上罗志祥主持的 娱乐百分百打歌 两人曾经被cue玩各种暧昧游戏 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感情 两人虽然没有公开 但在那个媒体综艺爆炸的年代 他们很多提到恋人的话题 都能够互相印证 斯雷娜说自己喜欢买来纯色的T恤 绣一些东西上去 罗志祥说 他以前女朋友 会送他亲手绣了他名字的衣服 某次节目上 聊到圈内情侣的故事 有嘉宾Q道 诶 你和斯雷娜就是啊 罗志祥情急说漏嘴 我们没有公开呀 甜的时候是真的甜 在双方粉丝眼里 他们分别是国王和王后 可惜这段感情从2003年持续到2007年 两人还是默默分开了 罗志祥有在节目上隐秽回应过 最后分手 可能因为斯雷娜想要的幸福 不是他给的这样子 但那时候 SHE三人一起上节目 Hebe和Ella几乎直面横怼了一番罗志祥的劈腿行为 三人被问到最不能接受男生的什么缺点 斯雷娜说是不洗澡 Hebe和Ella则一起强调男生不能爱劈腿 斯雷娜还想解释 表示男生就是爱劈腿啊 所以更不能忍受不洗澡 不洗澡真的很脏 也就在暗示他可以接受男友在外面玩 但必须要把外面的事搞干干净净 必须暗示回家 Hebe很难接受他的这种观点 狂吐槽 你就是已经在放纵男人劈腿了 到底要我讲几次 并且很认真跟斯雷娜强调 劈腿是很严重的 在感情上的不诚实 Ella帮腔 不洗澡的话 就借我妈妈诸舍的洗猪水管冲她 洗猪罗志祥一名就是小猪 内涵意味十分明显 当时大家都觉得 Hebe和Ella就是看不过去 罗志祥在跟斯雷娜的感情里经常劈腿 才忍不住在节目中出声教训她 还有后来 斯雷娜在跟张成忠的婚姻中受到伤害 Hebe的反应也十分激烈 斯雷娜在和张成忠 2010年9月订婚 10月却遭意外烧伤事件 斯雷娜全身烧伤面积达54% 因为当时穿着尼龙袜 双腿烧伤最为严重 当时张成忠顶住压力与斯雷娜结婚 还以斯雷娜烧伤后90天的心路历程 出了一本书 赚足名气和赞誉 可之后张成忠对斯雷娜的感情 却不断遭受质疑 她接受采访第一次 见到斯雷娜烧伤腿部的照片 说即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想吐 被偶像带回房 被网友赞扬耿直 在这些事情上 她怎么不作为领中客 来讨论大度原谅劈腿者 绝不做恐怖情人的事 当被伤害落到好友头上 就大骂特骂 可当他人被自己好友伤害 就暗戳劝人大度 这颗真是赤裸裸的双标 现在因为TB 吴宗献等人 对罗志祥似是而非的开脱 已经有很多万万网友 聚集到周扬青 ins评论区 评论他是可怕的恐怖情人 TB再度发文 解释自己只是提出 另一种思考角度 向被影响到的人道歉 他只是希望让一切更好 可惜并没有得到舆论的谅解 甚至被翻出了一堆黑料 早期说话不过大脑 当着镜头随地图谈等 文艺女性人而设 正式翻车 同样是说风凉话 吴宗献就没有弃柄 这样令人失望 因为在他的歌里 唱尽了姑娘们的心事 那些暗恋委屈 小心翼翼 那些被伤害后的 万念举灰和撕心裂肺 多少姑娘曾在他的歌里 填死伤口 自我疗愈 他本该是那个 最理解周扬青的人 却做出了 最没有同理心的事 这才是天赋真 真正崩掉的人设 何苦来哉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